Hi students 好 接下來老師要給你介紹的是一個網路 網站非常好用的 英語學習網站 那它是那種 有語音效果的 非常好用 而且是免費 好 免費 好 那怎麼找呢 首先你也是到那種 搜尋的引擎 像老師都是喜歡用Google 那其實你如果不用Google 你可以在網址這邊直接打 好 那我在這邊打給你看 這比較大 好 請你找這個 VoiceTube 其實我打一個VOI 它就出來了 VoiceTube 因為這個非常非常的有名 而且很好用 它是免費的 老師自己都在用 大人也可以用 好 那哇 第一個出來 這個就是了 這個 因為它這個VoiceTube 它還有國外版的 所以你不要點到國外版的 你點台灣這個的 看影片學英語 這個網站 然後把它點進去 好 那點進去之後呢 好 老師給它 放大一下喔 哇 好 那點進去之後呢 你看喔 它要你登入 沒關係啊 你就登入啊 為什麼 登入的好處非常多 因為你如果有登入的話 你有一些 影片你喜歡的 你才可以把它存起來 好 你才可以把它存起來 好 那我就把它登入 好 那它有幾種login的方法 就是登入的方法 你可以用Facebook 假如你有Facebook的帳號 或者是用Gmail 好 用Gmail 那像老師用Gmail 好 登進去 那老師用這個 我Gmail的帳號 然後我登入 進去了 你看這邊就出現我這個 google的帳號啊 好 育增 對不對 好 那你看 它有超多東西的喔 你從這邊 你可以點這個 點進去看 好 它有分級 有分頻道 有分級 分層 哇 各種頻道 太多了 像如果是 那個有在用英語工作的 用商用英語的 可以點這個 還是有那個 大哥哥 大姐姐 他們要考試啊 考那種國外的測驗 或者是國內的測驗啊 還有甚至有一些娛樂 不過全部都是英語就是 然後甚至它還分說有音樂的 然後有 這個新聞的 那我們來點兒童的 你們現在就是先看兒童的就好 不然其他的又會覺得太難 不過如果你覺得 我想看其他的也沒關係啊 因為它都有中文字幕 都有中文字幕 那我們來點兒童的 好 那老師剛剛講說它有分級 這邊我不點了啦 它分級在這邊 你看喔 我把它靠近一點 再靠近一點 好 你看 像這個是初級 A2初級 然後它還有副中文 那這個是B1中級 反正它就是有分級 那當然你就是看初級的就好 你就看初級的就好 好 那 例如我們來看一個影片 這個都超精彩的 而且這些都是免費的 好 免費的 公開的 好 甚至有些像卡通影片喔 好 有些很可愛的影片啊 唱唱跳跳 然後有些類似像 嗯 這個 小朋友的一些露營喔 很有趣 好 假如說我們來看這個好了 因為這個我剛剛看過了 我覺得這個你們 應該會蠻適合你們的 又簡單 又還蠻可愛的 那它這是A2初級 A2初級 那你看它這邊13K 什麼意思 喔 有13千人耶 就是一萬三千人看過這個影片 可見這個影片應該是很受歡迎 有一萬三千人看過了喔 因為這都是開放的 好 那你看這邊有個愛心 就是你可以點下去收藏 好像我給它點下去 我就覺得這個好可愛 點下去 好 收藏了 收藏 那如果你收藏一堆 我說我不要了 那就把它點下去 它就取消 好 那我們來看看喔 New Episode 好 這是一個新 這部是新的影片 那它才1分46秒 很短 可是非常可愛 好 好 老師先按一下暫停喔 就是像有沒有 就像你在播放什麼影片那種 這種方法都一樣的 我先按一下暫停喔 你看喔 它這裡 就是主要的影片 然後它這裡有 它念到哪裡的字幕 英語的 還有國語的翻譯都在這裡 那甚至呢 你看這邊還有一個字幕列表 什麼意思 它會 這句話念完 換下一句話喔 它這個是會一直這樣子跳 一直會這樣子 嗯 嗯 就是滑動的一直 反正它念它 就會按照它念的這個順序 一個一個呈現出來 那你如果覺得 對這句話 欸我想要學這句英語 你甚至可以在這邊按收藏 按收藏喔 超級方便 好 那你看這影片的單字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講好了 好 那我們 現在就是我想要請小朋友的 看這個影片喔 呃請你回家 好回家自己看 因為 呃現在給你看 因為我覺得我怕老師的畫面不是很清楚 好那沒關係 我先播一小段給你看看喔 這個故事還蠻有趣的 那也是一樣啊 到時候我們這堂課的簽到 老師會問你這個影片呢 呃 一個問題 就是你看完之後 你應該就知道答案了 好吧 喔小朋友你有沒有覺得他念的很快 對不對 如果沒關係 因為你一開始聽一定不是很熟悉嘛 不是很習慣 沒關係啦 你覺得聽了 念太快了 那麽你就按暫停啦 按暫停 或者是說你倒退也可以啊 我倒回來這句話 好 先暫停 那還可以怎樣呢 這個我記得是速度 剛剛是一倍的速度 就是正常的影片的速度 如果我慢一點咧 老師他念太快了 那我給他慢一點 那就是0.5 0.5 一半喔 好 我們來看一半的 我來看一半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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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只是小孩子 喔 還是好一點對不對 就沒有那種破音破音的感覺了 這樣子 這樣子小朋友你會用了嗎 好 我們今天就練習 讓你練習用用看 因為這個都免費的 然後我會在我們的 這堂課的前導呢 問你一個關於這個影片的問題 好 那我說過喔 這個影片你看 你覺得太快 按暫停 或是把它變慢速都可以 好 那 再多教你們一個 好 再多教你們一個非常棒的功能 假如說 你對某一個單字 好 某一個單字 因為他這邊是呈現一句話 那你想說 那這個單字是什麼意思 因為其他字可能你都知道 那這個單字是什麼意思 你把它按進去 喔 喔 喔 更多 喔你看 可是他是寫英語的耶 好 沒關係你們就看嘛 他就是他也是會有發音 US就是美式發音 我們通常就是台灣這邊都是美式發音 team team 好 那他這裡的解釋是用英語的喔 Noun 它是一個名詞 group of people working on a task together 哇 這樣子你知道意思了嗎 如果不知道沒關係 那不然你就是group 怎麼樣 group去查字典啊 然後task 去查字典啊 你應該就是可能你們兩個 你們可能是這兩個字不知道 其他應該知道齁 group of people就是一群人 working 一起工作 然後呢 on a task together 就是會針對一個目標 together 就是一起工作 就這樣 那這個是group of people playing a sport together 一群人 playing a sport 就是譬如說做什麼 那種體育競賽啊 together 我們不是有什麼 什麼隊什麼隊伍 體育競賽 然後這邊甚至有例句讓你練習 讓你練習 就是learning to work together as a team 這邊有一些句子 那看看你 你能夠再多學一點 關於這個字的用法的句子 好 影片字幕 好 這個也可以看啊 喔 這是關於說 如果你想要多看 關於team的一些影片 它有更多 但是有些是中級 可能太難 有些是初級 你也可以再看啊 像這個這個 甚至是一首歌 關於team 有出現team的一些影片 超級多的 這太多了 看不完 OK 好 那我們就回到這一頁 把它關起來 好 那我們先學到這裡就好了 否則我們學太多的話呢 這個 小朋友這個吸收不好 OK